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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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双脚脚跟自然并融 双脚呈外把子 前把后二 双掌平放 手线向伤 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大拇指轻轻相触 借 迷途印 双手高度 要适中 略为肚脐 双方一翠 如同掌声捧着一郡符 凝神 敬细 前程的合起宣掌 莫关注视中指指尖 肩膀放松 顺臂自然下垂 慢慢弯腰 共生 低头 表示 牵施 承认自己的福德 智慧不足 身体在慢慢弯下的时候 双手有合时的自视 慢慢变为操手的自视 但要折起于身体时 趁操手转的双手 也同时变换自视 以左手的中指不拧指 小指盖 或右手的相应手指 在折起身的过程中 舌指之间轻轻相处 与大拇指呈三角形 好是莲花画报 随着身体着剑脏脂 双手保持花抱穿的知识 慢慢举致眉心 表示 将佛菩萨供到顶门 虔诚 祥和 恭敬 谦虚 随后 在轻轻将手放下 到胸前恢复成合时的知识 请经时 经书 甲育 食指 与中指间 食指 与大拇指 同置于树面 另外三指 与树下 持经者 持经书问训 即将经书评举至眉心 此时 请经者合掌即可 持经者 持经问训之后 将经书向前交与请经者 在结果经书后 请经者 持经问训 持寇送本 应一大拇指 与舌子夹在 客生本的两侧 持寇送本 要问训时 将经本 平准至眉心借口 要注意的是 许多人在持寇送本 持寇送本 问训的时候 都会弯腰低头 这是不正确的 当我们持寇 客生本 送经的时候 除了知识正确外 更重要的是 收拾圣心 节省断皱 再开始 诚心送经 藉由送经 了解佛法真意 回向法界 一起友情众生 攒养共敬 于慈悲心 在行问训礼之后 双手 双手呈合掌的姿势 身体慢慢顿下 右手 先至于拜殿中间 左手随后 至于拜殿 左三角 右手 再移至拜殿 右前方 右手 与左手 对此 双掌束掌齐平 额头 至拜殿 正前方 五体投地 双手 在头的经侧 握船方掌 手心向上 表示 三求辅导 随后双手 在入床方掌 手心向下 代表下话众生 平等 布施 额头 离开拜殿 右手 退至拜殿中间 左手 但胸 右手 支撑洗身 细开 离开拜殿 双手 合十但胸 若是礼佛上拜 重复以上动作两遍后 再次问训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